高雄車站的工程逐步踏入尾聲 以雲朵造型的天蓬在今年的3月完成了結構合攏 整個天蓬工程預計可以在今年的年底正式啟用 在未來將可以體驗在車站的空中騎腳踏車 哇 在空中騎腳踏車啊 聽起來蠻酷的喔 很讚的樣子 其實蠻期待的 因為 我也是高雄屏東這樣藍海區區 就看它也這樣蓋蠻久的 也不知道它最後會變什麼樣 天蓬的工程會到10月底 那後續我們會跟台鐵公司還有市政府這邊辦個安全檢查的會刊 整個設置上來講來達到一些安全的要求之後 我們才會開放民眾來使用 整個超大型的生態中島 透過兩億橫跨站東站西兩路 銜接兩側的平原綠原道 在空中俯瞰相當壯觀 整座的雲朵天蓬由79隻造型不同的花柱來支撐 鋼構總重量達到了11,370公噸 大約是1.5座艾菲爾鐵塔那麼重 高雄車上天蓬工程從2017年開工資金 耗盡將近8年的時間 終於準備完工啟用 可以看到整個車山的綠植栽已經逐漸成型 未來將會形成一個美麗的城市生態中島 未來高雄稱讚的上方將會有一個綠屋嶺 為民眾們打造一個空中活動館場 整個工程預計可以在今年的10月完工驗收 預計可以在12月正式開放進入 記者三軍高雄報導